這個人要上課了 好 再一張 各位來到舔花村的朋友們晚安 歡迎你們今天來到舔花村 那我們今天舔花村的表演呢 叫做女生的事 它其實是未來舔花村的一個出版計畫 然後我們希望透過一群在台東生活的女生 然後共同創作出一些作品 所以我們從這個月開始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一堂課 然後讓彼此的身體 然後身體然後聲音 然後共同聚集起來 然後有一些創作 然後慢慢開始 可能大家不見得原本是唱歌的人 然後也不見得身體很靈活 然後我們就希望大家湊在一起 然後一起做一些事情 然後慢慢的呈現 然後未來可以給大家看到很不錯的營養 對 然後今天的表演就是 就是會這樣 大家應該會不會很 有驚奇帶點驚奇 因為就是我們會把我們 上個禮拜上的課的一些東西帶過來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把這些 將回憶身體的記憶也帶回去 然後讓你們享受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周邊有一些 我們上個禮拜上會的作品 然後等一下中場休息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有一些 比較 因為女生湊在一起呢 他們就可以把 就是挖掘出去這樣的東西 那大家中場的時候 可以去觀賞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消費方式呢 是到吧台的一杯飲料 那如果你還沒有點的話 就可以到十公尺外的鐵花 放你的一杯你想要喝的飲料 然後旁邊的話 有鐵花好墊和台灣好墊 然後大家有空的時候 也可以去逛一下 那如果有吸菸的朋友的話 我們的吸菸區是在廁所旁邊 然後大家如果想要去呼吸一下 謝謝空氣的話 記得請到那邊去 那我們在場內的話 是禁止使用散光燈 然後手機的話 請大家關靜音 然後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 隨時有 那外面有工作人員 可以做詢問 那我就在此 請代表台灣好基金會 鐵花圈的全體工作人員 歡迎大家來到鐵花圈 祝大家今天有一個愉快的夜晚 謝謝大家